很贴心的帮各位把那个完成的这个这个sauce放上去 所以如果说你们来不及做的同学或者做的不是那么漂亮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边的话有完成的sauce 你就把它复制贴到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贴到这边就可以了 OK 也知道这两边是可以切的 这个是图形化的 这个是xml的sauce 两边可以切 那再来的话呢 我希望能够按计算之后 能够帮我产生另外一个layout 就是说挑到刚刚的那个画面 就是第二个画面 所以按下计算这边会需要有个第二个画面 那这个第二个画面呢 请各位就是直接在这边 这边这个画面呢 记得第一个也是一样在layout的地方 layout的地方产生第二个layout 那我名称叫做mylayout 那这个mylayout怎么产生呢 其实非常简单 按右键 新键什么 这边有个叫android的xmlfile 那这个file打开来之后的话 你如果新增一个 假设我这边 它里面的话会是空的 那你可以 当然这一题比较快的布局方法 你可以直接干脆把它改成叫 这边有个change layout 如果你要快速布局的话 我建议干脆你直接用那个 这个叫absolute layout 这个absolute layout就是意思是说你原件怎么放 它就固定在那个位置的不会乱跑 如果你只是要练习用的话 那当然以后的话慢慢慢慢你要怎么把它改成像linear layout 或者是这个google比较推荐是用relative layout 不过relative layout布局真的是比较辛苦 因为它很容易一不小心整个就乱掉了 为什么因为它一个跟一个一个跟一个 底下如果上面如果你不小心动到了 下面全部都跑掉了 OK 那像104题是用这个absolute layout来布局好了 假设我用这个布局 那我里面需要什么东西呢 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结果 一个是评语 还有一个按钮 那怎么放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放一个 好